便利商店一直是民眾日常生活的好夥伴 無論購物取貨應有盡有 而現在超商更看準寵物市場 和全台最大的寵物食品商 福壽實業合作 引進格力斯健康紀元的系列商品 目前台灣大概有三百萬隻 那再來就是說台灣的出生率一直在下降 所以我們從去年五月份開始 我們就把Live Food的這個 書報雜誌價改裝成寵物價 它裡面跟福壽合作的大概有九個品項 那也就是說它的品項數大概佔一成 可是以銷售的業績反應來講 整個銷售業績大概佔了百分之二十 今年會更加著重在CVS 也就是電力超商的一個佈局 那目的也是希望讓消費者隨時隨地 以及隨手都能夠買到需要的產品 福壽實業靠著格力斯健康紀元 進軍超商通路 創下亮眼銷售成績 光是一個小小貨架 就能買到主食 複食 零嘴等天然商品 我們在食材裡面添加了天然的食材 比方說鮪魚塊 或是我們用國產氣冷機製作的雞肉塊等等 那目的就是希望讓寵物們吃得更健康更天然 希望這樣子能夠讓四組們有更多的選擇 因為我家是要剛好用完了 然後便利超商離我們家很近 所以就順便過來買一下 很方便 那如果到寵物店的話要走比較遠的距離 走進超商隨手就能幫毛小孩輕鬆補貨 福壽實業和萊爾夫通力合作 創造更便利的購物方式 未來也將聯合推動各式的活動方案 為毛孩的家長打造更多元的購物據點 記者陳亭廷羅正輝台北採訪報導